大家好,我是大白 今天是我滇站线骑行的第一天 黄滇池 我现在在海根大巴这边 这里就是滇池了 看起来好像不是很大 实际上滇池是昆明的第一大湖 在全国也可以排在三名的 第六名 我们等一下黄一圈 大概有一百多公里 感受一下 出发吧 终于找到一个吃饭的地方 恍惚这条路 大部分都是在大路上骑行 要找吃的地方不容易 所以带点钢粮是最好的 我都到荒乐世界这个 经过蒙这里 才能坐下来吃下饭 唉,环湖啊 刚开始在比较热热的地方 骑自行车还挺多的 后面 环湖的人还是很少 环湖拿路过来 我好像就没看到什么人起了 上方还得继续干 早上看到你看不出天池的大 感觉天池就是小水潭 但是到了南岸再来看 就很大了 终于 还完了 其实这个滇池 它是被这个 被这个海耕 一分为二 今天还的是这个大的 早上我们看到的是小的 就在那边 然后这一圈 差不多一百公里 好像三百多米不足四百米 都是比较平 但是 风景真的很一般啊 因为大部分都看不到这个湖 到了环湖南路 结束到海口那边 然后走线道 就没有专门的自行车道了 就跟大车一起骑 所以也不是很爽 如果大家有想要来还这个滇池的话 建议大家顺势正还 为什么呢 因为顺势正的话 你就是挨这个湖边嘛 比如说你要到一些景点的时候 就可以顺便拐过去了 比如像 当颠次的那个沙滩 那个沙滩很漂亮 但是自行车不能进去 所以我也没有进去 其他的风景感觉一般呢 今天任务结束了 明天继续向西方